大家好,秋季正是吃梨的季节 今天给大家分享咱们在家自制梨罐头 做好的梨罐头,香甜可口好吃 最重要的,自己在家做的干净卫生,无添加 从市场上买了十几斤新鲜的梨 我们这边梨现在是1块9一斤 买回来的梨子,清洗干净 洗干净的梨再处理一下 用削皮刀挨个,把梨的皮全部削干净 下来准备一盆凉开水 在盆里加入两勺盐进去搅拌化开 然后将梨从中间切开 裹盒去掉不要 梨全部切成大块就可以 然后把切好的梨全部放进盐水喷里浸泡一会儿 这样不仅可以防止梨氧化变色 还可以使梨的口感很甜 我这里还准备了一些提前消毒过的玻璃瓶子 下来将浸泡过的梨分别装进玻璃瓶里面 梨全部装进玻璃瓶里后 再分别往每个瓶里面放入4-5分钟 5颗的冰糖来增加离罐头的甜度 然后每个瓶里都加入两开水进去 再把瓶盖轻轻的拧上 瓶盖不需要拧得太紧 下来将玻璃瓶子立着放进凉水锅里 这里呢一定要凉水入锅 因为玻璃瓶会随着水温的慢慢升高而升高 这样可以防止玻璃瓶煮破 干锅盖大火烧开后煮15分钟 时间到后关火 然后垫上扒布趁热将罐头瓶盖拧紧 这样离罐头里面才会是真空状态 保存的时间才会更长 最后全部倒扣放在一旁晾凉 这样呢是为了检查 离罐头里面是不是真空状态 只要不漏水就可以 好了咱们这个离罐头就做好了 这样做好的离罐头 果香浓郁 果肉香甜可口 最大的保留了果香和它的营养 而且没有任何的添加剂 吃着更放心 秋季天气干燥容易上火 可以多吃这个离罐头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视频见